平挂式磕棚来讲 一公顷大概有一万条的磕绳 那伏法式的一棚大概就八百到一千条 各位可以想象这个量是很恐怖的 嘉义外海有750公顷平挂式的磕棚 以及大约一万棚伏法式的磕棚 全台湾有40%的磕是从嘉义生产的 但是磕绳形成巨大的海洋废弃物 造成海洋生态大污染 嘉义县环保局和海洋委员会海保署 共同合作试办被磕绳回收再利用 引进民间技术制作环保机能衣 他说百分之百 我们从2018开始 然后到2021我们要收830吨的废鱼瓦 然后可以产生372万码的环保布 然后做186万件的环保机能衣 透过融融 散聚 精炼等过程 将磕绳还原成尼龙原料几内西安 再经过聚合成尼龙粒即可生产为 回收环保丝并供给织布厂 这是一种循环再利用绿色的纺织材料 把废弃的磕绳我们再回收 利用把废弃物变黄金 创造我们海洋的资源永续跟保育 这个尼龙绳过去没有回收大概会变成污染 把这种尼龙绳这回收 那回到它的原来本来的本贸再利用 我想这是一个循环经济 也是一个废弃物再利用最好的一个典范 没有资源的国家要做这个高质化的东西 不能只做素材 要做素材以外的东西 而且那个新的素材里面包括recycle这一块 这块空间很大 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刚刚讲 你要够成本 我们不能玩玩 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去 检讨每一个环节的成本 这样才能够永续经营 废科省进行循环再利用 预定今年4月开始进行量产 但民间企业也不会言说 目前回收成本比购买新的还要高出50% 因此如何建立完善回收再利用体系 让台湾的海洋不再充斥科省渔网 是政府与民间还要再努力的课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津洲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